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來介紹這張下禮拜會出的戰利級卡片 那注意一下他戰利級出的時間是3月18號禮拜三 以往都是禮拜一 那這張卡的話呢是奧利維、米拉、阿姆斯狀 那他跟阿姆斯狀當然也是有關係的 那是阿姆斯狀的姐姐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一些達人指定分數可以獲得不同的獎勵 那我們主要的目標就是要7萬分嘛 戰利級卡片其實蠻好練技的 打到7萬分齁只要打到一場7萬分 你就可以拿到計時了 之後呢你再 再去 也不用再有壓力說要刷高分齁 就只要慢慢刷齁就是可以把它刷到滿技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齁 那當然他跟阿姆斯狀是有這個隊伍技能的齁 那最左方的這個阿姆斯狀跟這個奧利維 他是有三維1.2倍的齁 其實他並不像那個誰 艾爾沙跟傑拉爾一樣有到三維1.5倍這麼多齁 不過不如小補啦 畢竟他們兩張 一張小獎一張這個飛石抽卡嘛 放在人類隊或者是放在水光隊都不錯齁 人類隊現在很多嘛 那水光隊的話大概就 艾爾沙那個隊伍 也是可以剛好這兩張都可以放進去了 然後那再來的話看到他的主動技能齁 我自己是覺得這張卡蠻實用的齁 他是水人類CD7 呃沒有太長但是也不短齁 那他的效果的話有三個 第一個是引爆所有凍結符石齁 光是這個 效果的話就非常建議大家刷了齁 那其實跟 現在 雙周的那個復刻的那個春香蠻像的 不過有點不太一樣齁 因為春香的話呢 他是把凍結符石 就是已經凍住的 轉成可以消除的 這個冰凍珠的狀態 就是他還是沒有 完全把凍結弄掉 你還是要靠自己的轉珠去把凍結弄掉 那這張卡的話他是可以直接把他引爆 就是像那個地拿那樣子 所以這張卡會 更好用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他除了引爆之外呢 還有這個額外會掉水強化 人組跟心強化人組 那這個人竹珠的話放在這個 這個艾莉娜裡面還不錯 因為艾莉娜剛好是吃這個 種族珠嘛 然後放在其他的水隊也都OK齁 反正他的 會帶這張卡主要就是解凍結 然後另外再 還有這個 無條件加COMBO 那最好當然是放在全部人類成員 裡面齁 因為他這個 全人類成員可以加到6康 那這算是水隊目前 應該是第2張 可以加COMBO的吧 因為前一張 可以加COMBO的應該是那個 超人合作那個Zero 就是無條件加的 那這張的話 他是免費卡 然後有這樣的效果 又可以 解凍結 然後除此之外 還有人類成員追打一次 所以 整隊如果都成人類的話 都追打一次的話 大概就是兩倍的增傷 所以 炸板 解板 然後增傷 然後又加COMBO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 實用一定要刷的一張卡 好啦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實戰吧 好這邊官方實戰呢也是把他放在這個 艾莉亞隊裡面齁 山巫配 這個奧利維 我們直接開 快轉到他開技的地方好了 好這邊的話齁 是這個遇到這個凍結鬍死 這版面上大部分的珠子呢 都被凍住了 那奧利維呢 因為他來自北方嘛 所以他可以直接把這個凍結鬍死 全部都炸掉 這個有沒有 沒有去背啊 好這個凍結珠全部都不見了 然後掉下來全部都是新強跟水 強化人組 放在這隊伍裡面剛好 還不錯用 然後因為整隊人類齁 所以額外 整隊再追打一次 然後COMBO也會更高 這邊的話 應該是 走銷6C嘛 那因為整隊人類所以會變成12C 好這邊到12 再天降兩組 到14COMBO 所以加COMBO 或者是炸冰凍珠 或者是增傷 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所以這張卡呢 以平民卡來說 我覺得 免費卡來說 我覺得算是必刷 好那以上就是這張奧利維的介紹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